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泰国恐怖电影《风魔美女》 电影开始泰国曼谷的某医院里 英俊帅气的霍医生年轻有为 他手下有七名性格各异 但美艳绝伦的护士 泰安性感出众和霍医生出双入队 诺克是泰安的妹妹 却与霍医生爱美不清 一心想为对方生孩子 爱衣疯狂迷恋时尚 痴迷各种品牌 乔儿适时如命 却仍保持曼妙身材 泯丽运动神经突出 为了完美身材不遗余力 双胞胎欧欧和安安 宛如固饮自怜的水仙花 单恋彼此 这群犹如天使的青春男女 却隐藏着冰冷残酷的心 他们私下里干着 向黑市出卖尸体的罪恶勾当 泰安因诺克和霍医生的私情 大发雷霆 最终他被众姐妹杀害 众人相约保守秘密 但在七天之后的回魂之夜 复仇杀戮就此展开 十二点钟声还有十分钟 即将敲响 泰安的鬼魂展开行动 今天是爱衣坐班 他照例拿出自己 从杂志上剪下的珠宝图 在身上笔画 并且拿出医生送他的包包 在镜子前舞弄 只见一只鬼手突然出现 爱衣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只见鬼又从他的包包里爬了出来 他撒腿就跑 却被莫名的引力吸住了 定睛一看泰安从远处走来 他正是来复仇的 另一边的其他人显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敏利像往常一样在房间里做运动后沐浴 浑然不知泰安已经靠近了他 敏利在顺手挤沐浴露 挤出来的却都是头发 之后泰安突然出现 用头发吊起了敏利 泰安随即又袭击了乔尔的房间 乔尔刷牙之时 泰安突然从镜子里出现 拿起牙刷将乔尔嘴巴倒得大出血 乔尔惊慌逃跑 却不小心打翻了手术刀 插入了腿中 忍痛前行的他还是没有逃脱 泰安的袭击 乔尔的手突然变成了黑色 被泰安所控制 自己将自己一把拽到了垃圾桶里 只剩下双胞胎姐妹和诺克 共处一室 在诺克去洗手间之际 泰安袭击了他们的房间 双胞胎被控制了手脚 泰安得意的坐在一旁 然而浑然不知一切的诺克 正在洗手间测运 在看到两道杠后 诺克陷入了喜悦之中 他开心的出来之后 却被眼前的场景吓傻了 他不顾双胞胎的呼救 自己一人逃跑了 误打误撞来到了停放尸体的房间 他想起了一切 原来泰安本来想在这个房间藏起来 给医生一个惊喜 谁知道泰安却目睹了医生和自己的妹妹诺克 在这个房间里乱搞 泰安崩溃之后 对诺克拳打脚踢 其他几名护士都按住了发疯的泰安 然而在医生的怂恿下 诺克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姐姐 诺克听到哭声后 掀起了手术台的床单 却发现了泰安 他惊慌的下意识给医生打电话 还没等一切说出口 泰安就控制了诺克的嘴巴 说想给医生一个惊喜 让医生快点来医院 泰安显然不想直接杀了诺克 通话结束后诺克又逃跑了 刚逃出来的两姐妹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们和泰安撞了个正着 在逃离时 两姐妹又意外被分散开了 妹妹被困到了电梯间 姐姐则去到了监控室 在监控室里 姐姐清楚地看到了泰安的一举一动 她本想打电话提醒妹妹 然而还是没来得及 安安被泰安打晕在了电梯间 在监控室里 偶偶看到了自己的同事 一个接一个地被泰安置于死地 安安醒了之后 被装到了箱子送到了监控室 随后泰安控制了偶偶的双手 亲手肢解了自己的妹妹 在安安死后 偶偶也自吻而死了 另一边诺克还在跑路 误打误撞遇到了还在狗活的爱依 只见爱依的头被包撞进去缝了起来 诺克本来好心 想帮爱依解开线头 然而等线头被解开后 爱依的头居然也和身体顺势分离了 这会儿就剩诺克一个人了 他好不容易跑出了医院 依然遭受泰安的纠缠 泰安将诺克困倒在地 医院的灯牌随即掉落 可能是由于主角光环 灯牌没有砸死诺克 医生来到医院后准备处理泰安的尸体 上楼后他看到了一个类似于婚礼的殿堂 医生本来开心地认为是诺克给他的惊喜 然而从远处走来的居然是已故的泰安 医生当即被吓猛 泰安一把掐住了医生的脖子 就在医生挂彩之际 诺克感到将汽油倒在了泰安的尸体上 烧了泰安的尸体 泰安尸体被烧后 他的冤魂也消失了 原来泰安其实是个男生 只不过他喜欢医生 为了得到医生去做了变性手术 事情告一段落 医生和诺克搀扶着下楼 诺克的下体突然剧烈抽动 泰安居然从诺克的下体爬了出来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